各种工具啊 用品的常见啊 常见的英文单子跟例句啊 所以我们要去学英文啊 学单子啊 这样子去啊 要把它系统化 Don't forget to put a stamp on the envelope. The equipment at a laboratory took time and money. Do you have a pencil with an eraser? I can't find the blackboard eraser. We need some explosive to make a hole in the rock. The doctor prescribed eye drops for debit. Do you use an eyeglass to locate the inside of the broken watch? She had two pairs of eyeglasses. She used an eyeliner to make her eyes look more attractive. It covered his left eye with an eye patch because it was damaged. Estevelo should be used to ur ashland. Oh,什么意思啊? Embellole什么意思啊? 不要忘记啊 放一个油票 在什么上面 贴油票嘛 一定贴到信封嘛 所以Embellole信封 但是另外一个字 只要把1去掉,就不是信封了 也不是名词变动词,embelop就是包围起来 或者笼罩,物在笼罩,敌军在包围,embelop,信封 没有1的话,就embelop,变动词了,包围,笼罩起来,罩住 equipment就是设备,这也是集合名词,没有加S 当然啦,最讨厌就是说,它是不可属名词,可是它有时候可以加S 你说它当设备,它就是当做集体的观念,没有附属 可是你如果说这种设备,那种设备就可以加S,所以它的诀窍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这不是不可属名词吗,抽象名词,为什么有人加S,什么写错 我说看情况啦,当然有些人是写错了没错,而有些人没有写错 所以它就是可以个别化的东西 就像恭喜嘛,congratulations,都加S嘛,那恭喜就是抽象的东西啊 又不是物体,一个两个,还有一个恭喜,两个恭喜,为什么很多恭喜加S 它就是方方面面的恭喜嘛,所以它可以加S 所以它的窍门在这里,这个实验是liberatory 实验室的仪器呢,你要去建构,它的仪器要花时间 要花很多钱,困门设备 另外一个是铅笔,噴手铅笔 但是铅笔有一个erazer,而erazer是什么东西啊 erazer就是消除掉,去除掉 加一个er,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品,这边是铅笔嘛 是物品,不是橡皮茶 就是有的铅笔没有橡皮茶 以前传统的铅笔,它的头啊 上方都有一个,带一个小橡皮茶 就铅笔嘛,可以擦掉 约字笔就不用了,约字笔擦不掉 就橡皮茶,但是没有橡皮啊 就擦掉,擦掉了但是一般是橡皮 那你说加个rubber,rubber eraser 更清楚,不加也可以嘛 因为它铅笔的,铅笔上面擦东西 它都是橡皮做的,没有铁做的,没有纸做的 我找不到黑板的擦掉东西,就是黑板擦嘛 所以,eraser放在pencil上面用的时候就变,橡皮擦 橡皮擦,两种,一种就单独的橡皮擦 这是附在铅笔上的橡皮头,橡皮擦 这就是黑板擦,擦黑板的 那像白板也是一样,也是whiteboard eraser explosive看起来这种sip是形容识 可这边是名词啊 所以有原则只有例外 像TI1一般是名词嘛 有时候也可以当动词啊 我们需要一些炸药 去让这个 让这个把石头炸出一个洞出来 炸药 那时候不是有很多穿战机吗 那穿战机如果 要一个很大的洞 酸战机要钻,钻多久啊? 用炸药去炸,比较快 但炸药炸出来,形状不规则 再用酸战机去修补 把形状做出来,再用其他工具把它修补 炸药谁发明的? 诺贝尔 所以诺贝尔发明炸药 所以赚了很多钱,申请专利嘛 这不止瑞典,要用它瑞典人嘛 全世界都要用,身体专利 所以它要致富有钱 那诺贝尔为什么要生 诺贝尔叫 他后悔了 我发明火药啊,身体专利要赚大钱啊 富可敌国啊,可是我后悔啊 炸药本来是我要去炸做工程啊 结果拿去做军事武器 炸死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因为我发明火药死掉了 所以他把 诺贝尔很奇怪,他没有小孩子 没有小孩子啊 所以他遗产就说我要做工艺事业啊 诺贝尔 诺贝尔讲,他是讲过来 诺贝尔数学奖 诺贝尔没有数学奖 诺贝尔和平奖 物理奖,化学奖 数学,这个 医学奖,他没有数学 数学他死后 诺贝尔瑞典的皇家学院 再去设一个,说奇怪 不搞数学啊 这样不像话有搞过数学啊 所以现在,也讲有诺贝尔数学家 其实原始是没有的 医生啊,prescribe prescribe就是开处方间的药 prescribe,这个字啊 他开药,开这个 眼药水啊,所以我们到 西药房去买,有时候 他不卖给你 西药房你有没有啊,老板说有 我要买,不能买 那怎么才能买,医师的处方间 那时候这个药 为什么要去买 因为他可能有副作用 所以医学上,身体上最麻烦就是病发生 身体排斥 医生,因为他有你的这个病例嘛 他说哦,这个药啊 有些东西,你身体排斥 你已经胜过病,这个药不能 不能吃,我开一个 因为药很,同样的药性 有很多种药,这个药比较没有副作用 药比较这样子 可是,你到药剂室啊 他搞不清楚,他卖药 你到时候,你吃了过两个礼拜 人死掉,在你那边吃 吃死了,受不了,所以 有些比较没有问题的,他就卖 有些可能有并发症啊 跟身体冲突的,他叫做 厨房间,医师要开过,我才敢卖给你 开了这 眼药水,眼药水也有人不加S 它是低剂啊,Drop 它本来应该是不加S 但是,一般是加S 就是有各种的眼药水 眼药水不止一种,你看 眼药水本身是不加S 可是,它有各种眼药水可以加S 所以,他的诀窍在这里 他用一个,眼镜 去看什么里面的东西 insight,这叫名词啊 不是介细词啊 看这个Broken Watch 这是坏掉的表 他修理表 这Eye Glass跟Eye Glasses 所以,这个Glass跟Glasses 差在哪里 Glass是玻璃 加S眼镜 可是,这边是眼镜啊 就是单片眼镜可以 它本来是玻璃的意思 可是,它也可以当单片眼镜 如果加S就是双片 你看,修表匠,它只带一只眼镜嘛 它不会带两只嘛 带一个 所以,它玻璃 加S双片眼镜 可是,比较麻烦就是 它不是眼镜也可以加S 就是说,那个 一杯两杯,玻璃杯 两杯三杯可以加S 那就不是眼镜了 一杯两杯,或者喝一杯两杯的量 所以,它有一个细微的变化 一般也搞不清楚,不多讲了 就是,它有两双的,或者两副 我们讲两双或两副啊 直觉眼镜啊,加S眼镜 最麻烦就是两杯 它不是玻璃,它玻璃杯 可以加S,可是 可是,一般程度不够好,它就看成眼镜啊 就这个麻烦 它使用 一个这个 Eyeliner,什么东西啊 让它的眼睛啊,看起来更有 更有魅力,更好看 更美观 我们叫眼线笔,画眼线 是线嘛,Line是线嘛 Line就是物品嘛,或者人嘛 就是女孩子要画个眼线啊 画个眼影啊 眼线 化妆用啊 这女孩子要把化妆啊 化妆品多了去了啊 但有的贵的,贵的要死 Equipity Sliphy 它把它左边的眼睛蒙起来 用什么? 用什么? 用眼罩 眼罩 独眼龙 有时候独眼龙带个眼罩 有时候它 只是眼睛看不清楚啊 它不是瞎子啊 不是独眼龙 带一下,保护眼睛啊 或者 Equipity 什么时候带呢 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黑的嘛 可以握着眼罩 可是早上 天亮的时候有光线啊 所以它就不受影响 这眼罩啊 因为它眼睛的damage 受损 左眼可能运动伤害怎么样 被什么东西敲到 受伤了 所以大家眼罩保护一下 这集讲这里